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六章 所有者权益 继续讲解习题班 第六章相关的习题 我是华健老师 第六章 所有者权益 那么还是比较小的一个章节 也是比较轻松的 内容比较少 那么所有者权益 我们初级教材 初级考试当中 我们主要考察的是前三块 实际资本 股本 资本攻击 留存收益 重点考这三块 那么最后一边 其他权益工具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这个是了解就可以了 基本上不会考大家 大家只需要知道 它是所有者权益就够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首先看实际资本 股本 这个要求掌握 首先它的来源 来源当然是老板投进来的钱了 老板拿什么来投呢 老板可以扛一麻袋现金来进行投资 那我们收到多少钱 就写了多少钱呗 那就寄到石头资本或者股本里面 老板也可以 可以以这个非现金资产来进行投资 比如说它投进来一台设备 一栋厂房 来了一项专利技术 投入了一批材料 像这些我们按照什么金额来入账 这是关键 一定要注意 这些是按以供应价值为基础 来作为它的初始成本 然后代方即石头资本或者股本 当然了如果说是股本的话 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是股本的话 因为股本反映面值 然后这个金额跟股本面值 有差额的 即资本公积 股本价 然后后面就变动的情况 增资 那么追加投资 那就是跟上面的处理是一样的 那追加投资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有可能产生溢价的 记在资本公积里边 那么也可以通过资本公积 或者盈余公积转增 是吧 转增的方式 有两支公积 两支公积 是可以转增石头资本 或者股本的 那么资本公积 包括两块 资本溢价 或者说股本溢价 以及其他资本公积 我们触及重点考的是这个溢价 那么这个溢价 是可以转增资本 转增我们石头资本的 对吧 也就是这个资本公积 转增石头资本 或者股本 是只是说的这个溢价的部分 因为这个是老板投进来的 好 那么留存收益呢 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 那么盈余公积 是从利润当中提取的 所以说 它的来源 是来源于利润 整个这两块呢 都是来源于利润 那么未分配利润等于什么 等于可供分配的利润 减去提取的盈余公积 再减去投资者分配的利润 好 那么剩下的就是未分配利润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提取盈余公积 那么这个提取出来 剩下的是吧 那就是未分配利润了 那么盈余公积 它的分类包括法定的和任意盈余公积 两块 法定盈余公积对于公司来讲的话呢 是公司制企业是按照10%来提取 那么其他企业可以按照高于10%啊 比例可能不一定啊 公司法是规定10% 任意盈余公积呢 那就按公司自己的这个 股东大会的整个的一个决议是吧 好 然后呢 用途啊 就是首先是弥补亏损啊 因为盈余公积也是来源于利润嘛 啊 所以整个的石头资本 这个是来源于资本 是吧 所以说关键啊 啊 就把握住啊 就前面两个是来源于资本 那么这个流存收益呢 是来源于利润 好 来源于利润 所以说从大的这个分类角度来讲 前两个实际上是一类的 都是来源于资本 就是石头资本 资本公积 都带资本两个字 而流存收益啊 看名字也知道 它是来源于利润 是吧 来源于利润啊 那么是大的两个方 两个方向 呃 那么好 既然是利润啊 所以说盈余公积 呃 也是从利润当中 抠出来的一块 它是可以弥补亏损的啊 另外 这个盈余公积 也是可以转增资本的啊 转增资本 也就是转增为石头资本 或者股本 那么也可以用来发放 股利或者利润啊 因为盈余公积嘛 它来源于利润 当然是可以发放股利 或者利润的 好 这是关于 这两大块 一块资本 一块利润 好 那么这两大块 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也就是 哎 这个盈余公积 是可以用来转增资本的 是吧 盈余公积 是可以用来转增资本的 好 这是整个的这一块啊 我们本章的一个 知识的架构 啊 知识的架构 这样咱们就 把这个思路啊 给捋清楚了啊 给捋清楚了 呃 然后的话呢 呃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补亏啊 营用公积 呃 是从利润当中提取出来的 那反过来可以补亏啊 营用公积补亏啊 就是借营用公积 带利润分配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节 十周资本或者啊 股本来看啊 近三年的考点地图 那这块呢 呃 我们考的比较多的啊 就是接受非现金资产投资啊 这是一个啊 另外后面的增资和减资 也是考的比较多的 那么至于说初始投资啊 接受现金资产投资啊 因为这个比较简单啊 他往往呢 很难直接考 因为这个太简单了 是吧 没什么可考的 所以主要是考后面 这三个点 接受非现金资产投资 是吧 呃 然后后面呢 有增资啊 什么方式增资呢 那可能是资本公积 转增资本 营用公积 转资本 或者说进一步的追加投资 呃 减资考的也比较多 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回购普通股 好 那么回购价格 跟股份之间的差额 怎么做账户处理 这是考试的重点 考试反复考 经常考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就开始看题目 首先看单项选择题 第一题 假以公司均为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税率啊 是13% 假公司接受 以公司投资 转入的原材料一批 好 账面价呢 是10万块钱 投资协议 呃 约定价值呢 是12万元 那么假定 投资协议 约定的价值 与供应价相符 那因此 这个12万 我们就按它 来进行入账 那么该项投资 没有产生资本溢价啊 因此呢 就全部记在 实收资本里面 那我们收到的 这个原材料 那就按照 这个12万元 为基础来入账 还有增值税呢 增值税 这个问题 大家别忘了 我们是接受投资 接受投资的话 那是不是就 适同购买啊 那你适同购买的话 我们前面说了 那对于投资方来说 是不是给咱们开了一张专用发票啊 那咱们是不是拿到了一个抵扣连啊 对吧 那么这个增值税 专用发票抵扣连上边 可是能够抵扣增值税的 那么这个增值税啊 那就是用12万乘以13% 哎 这个你可别忘了 那这个底后连 咱们可是实实在在的 拿到了一项好处 我们将来是可以少交税 是吧 12万乘以13% 这个金额的 所以这个也构成了投资方 对我们的投资 对吧 也构成了乙公司 投过来的这个投资款项 所以说持收资本 是吧 那么乙公司 那么他的这个 所有者权益啊 列在他的头上 应该列多少钱啊 这个你可别忘了 啊 所以应当是12万乘以 一加13%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增值税 进行税额 也构成了乙公司的投资 13万5600啊 所以说选择地项 选择地项 说白了 就是说假公司 你不需要为这个增值税 而支付价款 对吧 说这个增值税 假公司需要 他不是适同购买吗 适同购买 正常来讲 这个增值税 是不是由假公司 出这个钱啊 对吧 要交税吗 不是 要支付进项税额吗 但现在说了 乙公司说了 你不用给这个钱 那这个钱 乙公司他来出了 他来负担这个税 那这个时候 那相当于 假公司是接受了投资了 对吧 这个增值税 也构成投资了 他可以少交税吗 他得到一项好处 好 第二小题 假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假公司 设立时收到 以投资方 作为资本投入的一台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该设备 投资合同 或协议约定价值 是226万 好 226万啊 那么由投资方 支付税款 并已经开具专票 啊 还是跟刚才的分析 是一样的 我们教材当中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 分析的一个套路 是吧 我们考试也就是这么考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进项税额 接受投资方 你不用管 是吧 就投资方来出这个钱了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增值税 也是作为投资 资本 投进来了 对吧 那就226 对吧 整个的啊 都是作为投资资本 作为实收资本 那么合同约定 以投资方 在假公司的投入资本啊 全部作为实收资本啊 就没有资本攻击 那么合同约定啊 设备价值与供应价相符 不考虑其他因素 假公司接受该设备 投资的会计处理 结果正确的是 好 那么固定资产啊 当然了 我们按照不含税价值入账了 啊 所以说A是不对的 固定资产应当是按照200啊 200怎么来的 那就226除以1加上13% 是这么来的 那么这个题跟盈余攻击没关系啊 因为这老板投进来的钱啊 老板投进来的钱 那都是跟资本相关的 盈余攻击是来源利润啊 所以我们现在是投资啊 没有利润的事儿 C 实收资本增加226没问题 一定要注意 除了200万的固定资产 还有26万元的增值税 进向税额也构成了投资 资本攻击没有啊 因为他说了 全部是作为实收资本啊 没有资本攻击 因此本题选择C项 好快捷分路 有同学问啊 老师你把分路说一说 好我说你听 借固定资产200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进向税额26 但实收资本226 好第三要题 某上市公司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以现金回购并注销本公司股票 100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回购价呢 是每股1块5 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个益价回购 如果说益价回购啊 因为高于面值嘛 是吧 益价回购一定是要冲 什么 是冲减的 是吧 股本冲减完了之后 那么一定是要继续冲资本公击 股本一价的 是吧 一定是继续冲资本公击 股本一价的啊 因为回购价大于面值嘛 所以说股本肯定是不够冲的 继续往下冲资本公击 股本一价 如果说益价不够冲 还要继续冲益工击 益价工击不够冲 再去冲未分派利润 一定要按照顺序来充点 是吧 所以说大家这是要把握着点 一定要按照顺序来进行充点 该公司注销股份时 资本公击溢价2000万 那就这句话告诉你 它够不够冲 是吧 益价工击呢 是800 也告诉你益价工击够不够冲 够不够冲 那注销股份时的会计科目处理啊 那么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写一写啊 注销的时候 那么基亚方就写股本呗 那股本说了是1000万股啊 一股一块钱 所以说股本写1000 那你别忘了 我们贷方是当时是 是按照多少钱回购的 是按照1.5元 一股1.5 1000万股 也就是说 是按照1500万元来进行回购的 是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差了500万 那这个500万要冲资本公击 股本一价 是吧 好 资本公击股本一价应当写500 但是你这个溢价够不够冲啊 我们就看 哦 有2000了 够冲 所以说这个地方写500 那么就可以了 那盈余工击需不需要冲啊 盈余工击用不着 对吧 那这样这个处理就是我们注销股份时的账务处理 所以盈余工击冲不着啊 那么借库存股 那这个不是啊 你这个注销股份时啊 你这个币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回购股票的时候 回购的时候是借库存股啊 而且也不是1000万啊 胡说八道 这个币是乱乱套了 是吧 回购的时候是借库存股1500啊 然后呢 C借股本1500 那错了 这个C呢又乱套了 股本只核算面值啊 说C是1000 呃 地借资本公击股本一价啊 那么这个是500啊 没问题 是吧 借方资本公击股本一价500 所以本题选择地项 好 那么分录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解析当中 我刚才已经说了啊 重点关注注销的时候 是吧 这个溢价 看看啊 到底够不够充 第四小题 某股份公司股本啊 是100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资本公击股本一价呢 是150万元 营用公击呢 是100万元 那么经股东大会批准 以每股三块钱的价格回购 仍然是一个溢价回购啊 那么溢价回购 必然的是要涉及到充 股本一价 好 回购本公司 这个100万股 并予以注销 好 那么回购的时候 那很明显是借股本 对吧 那么这种题啊 反复考啊 借股本 100万啊 充年吧 然后呢 你先把贷方写上 是吧 然后呢 你再看这个 差就可以了 库存股 你当时是 花多少钱 买的 每股三块钱 价格回购100万股 那就购了 300万没 所以说库存股是300 那么差额是不是200啊 那这个差额200 我们再来看 溢价够不够充 说溢价只有150 溢价是不是不够充啊 所以说资本攻击 我们只能充减150 把它干到零为止 那么干到零了 还是 那么剩下的差额怎么办呢 继续充盈余攻击 还差多少啊 还差50 盈余攻击你再来看 盈余攻击有没有50啊 有 盈余攻击有100呢 所以盈余攻击写50就可以了 好吧 那这样这个题呢 分路就是 就是这个就可以了啊 那么找一找答案解析当中 哪个对啊 是吧 借股本资本攻击 是吧 然后带库存股啊 这个C项是正确答案 所以本题选择C项 好 这样就可以了 第五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股份公司回购股票支付的价款 低于股票面值 也就是说 那么这个是一个 折价回购 是吧 这是折价回购啊 那么折价回购的情况下 那他就不会有冲减股本一价了 他一定是在待放 对吧 因为他折价回购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 我们这个马上把这个分路写出来 说借股本 带库存股 他俩不是雷打不动的吗 也就是说 折价回购意思 什么叫折价 便宜 比面值还低呢 就面值要大 库存股要小 那你想想 借方大 带方小 到底说了一个差额 肯定倒 倒起来带方啊 那带方要补一个东西 补什么呀 资本公司 顾本一价 所以说带方 记啊 这个差额 这个圈 要写资本公司 那就不是借方了 借方没差额了 那借方的话呢 是冲 带方呢 就是记 不叫冲了 好 问题选择C项 所以说 以后把结论记住了 是吧 折价回购的情况下 他是放在带方余额的 借方 一定是走资本公计 那接下来看多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有些公司 发行普通股 20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每股发行价格12元 该公司与证券公司约定 按照发行收入的3% 支付手续费和佣金 发行价款呢 已经全部存入银行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该公司发行股票的 会计科目处理 正确的是 这里边既然有财务费用 肯定不对啊 那么溢价啊 这块一定是充溢 充溢价 充资本公计的 好 所以这个分路的话呢 我们 那就是按照 发行的价格 是吧 寄入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 是吧 银行存款多少呢 也就是说这个D 银行存款多少 那是200万股 一股12块钱 所以说 是200乘以12 但是别忘了 人家证券公司要扣3%的手续费啊 所以要乘以一减3% 那么剩下的才是你银行存款 显然不是2400 是吧 要小于2400 这是借方银行存款 那么贷方呢 就是股本 股本啊 那很简单 那就是200万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股本 那么差额不就是资本公计 股本一价吗 到几就可以了 所以说 这个B是没有问题的啊 贷股本200 那么差额 一价 那到底是不是2228呢 那就用这个数 减去200 就可以了 很显然 C也是正确的 本体选BC 对吧 选BC啊 那么2228 你倒几就可以了 用这个数 减去200就可以了 好 第二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会引起企业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的金额 发生增减变动的有啊 A 资本攻击 转正资本啊 像这种题 你把分路写出来就可以了 借资本攻击 带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增加 B 对外债券 债券投资 借债权投资 带银行存款 这个是对外投资 那么这个是资产啊 那么他跟所有的权益 没关系啊 C 盈于攻击 转正资本啊 借盈于攻击 带实收资本 也增加了 D 处置固定资产 那这个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资产的一个处置啊 那处置固定资产 有一个资产处置损益 对吧 那最终是 影响到了 留存收益了啊 跟失收资本也没有关系 好 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题选择 AC两项 好 第三小题 某公司期出的所有的权益 告诉了 那么股本5000万 资本攻击1000万啊 资本攻击其中呢 说股本溢价呢 是800 营用攻击500 未分派利润600 本期经股东大会批准 以每股7块钱的价格 回购本公司股票200万股 并按期注销 好 那么仍然是一个溢价回购啊 那么溢价回购啊 必然要涉及到 充股本溢价的问题 是吧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该公司回购并注销股票的 会计科目处理 结果正确的 那么还是啊 你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到这种题 你在草稿纸上 稍微一写 这个题马上就出来了 是吧 借股本200 是吧 你把这个库存股 放在贷方 关键是库存股多少钱 一股7块钱 200万 那就说1400万 差额是不是1200啊 这个溢价比较多啊 因为每股7块钱 比这个面值多太多了 所以差额是1200 那么1200的话呢 首先要考虑这个溢价 你溢价够不够充啊 不够充 你只有800啊 一定要注意啊 不能看这个1000啊 要看这个800啊 所以说我们只能充溢价啊 那么好 这个资本攻击 我们只能充800 那这样1400 1200 1200减800 还剩400 还剩400 那好 再从盈余攻击里面来充 盈余攻击一共有500 好 400够不够充啊 够充 好 那这个地方 是吧 写 写上 盈余攻击400 好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 注销时 借股本 那不是1400啊 平常是200 回购时 借库存股1400啊 你回购的时候 那这个没有问题啊 一股7块钱 200万股嘛 回购的时候没有问题 借库存股 带一样成款 注销时 借盈余攻击400 没问题 是吧 没问题 D 注销时 借资本公期 股本一价800 也没有问题 资本公期 一价800啊 所以这个题 选BCD 三项 好 接下来看判断题 企业接受投资者 以非现金资产投资时 应当按照投资合同 或协议约定的价值 确认资产的价值 和在注册资本当中 应相应的份额啊 就这个份额的话 我们是按照 协议约定价值 来入账的 然后并将其差额 确认为资本公期 就是这个资产的价值啊 实际上是 按照供应价值 为基础来入账的啊 协议合同约定的价值 是吧 不供应的除外吗 不供应的呢 就按照供应 比如说资产的价值 和这个份额 那差额是 寄资本公期一价 是吧 但是投资合同 或协议约定价值 不供应除外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 啊 基础原材料 大约实际资本 或者股本 那么差额 就是资本公期 是吧 溢价 好 那接下来看第二节 资本公期 资本公期和实际资本啊 他俩呢 往往是一起来考察的啊 都是资本嘛 都是老板啊 所有这个投入的资本 那么资本公期 这块呢 包括两块啊 一个是溢价 再一个呢 是其他 那么重点 当然是溢价了啊 溢价部分 也就是说老板投进来的这部分啊 那么其他资本公期啊 也是今年教材 也算是新增吧 基本上呢 了解就可以了 不用深究 单选题 第一题 下列各项当中 有限责任公司 收到投资者 投入的出资额 超出其在注册资本当中 所债份额的部分 那么当然了 应当代寄资本公期 资本溢价 是吧 有限责任公司嘛 那肯定是寄资本溢价 那完整的分路 就是借影响存款 代实收资本 差额 资本公期 资本溢价 第二条题 某公司委托证券公司 发行普通股 40万股 每股面值1块钱 每股发行价格是16块钱 双方协议约定 证券公司按照发行收入的 2%收取佣金 并直接从发行收入当中扣除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该公司发行股票 应当记入资本公期的金额 那这个题也比较简单 那问的就是溢价吗 那发行股票 这个溢价到底该怎么算呢 那就按照发行价款 减掉股本面值 剩下的不都是溢价吗 好了 我们发行的价格 到底最终我们收到多少钱 我们收到的钱 是按照这个股票数量 是吧 40万股 乘以一股是16块钱 原本应当是 这个价格是我们的发行价格 也就是发行收入 但说了 人家按照发行收入的2% 收取佣金 也就是说手续费 那人要扣掉两个点 是吧 那就要乘以1减去2% 那么剩下的才是我们实际拿到的钱 实际拿到的钱 即银行存款 所以这个数是银行存款 用这个数再减掉股本 是不是就可以了 再减掉股本 那么剩下的不都是溢价吗 好吧 这个结果就是本题答案 好 那么算出来呢 是587万2千 选择C项 587万2千 好 第三小题 下列关于股份有限公司 溢价发行股票 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当中 正确的是 A 发行股票取得的收入 那么应当全部作为股本 错了 股本一定要注意 股本是按照股票的面值 是入账的 我们当然不是按照面值来发行的 肯定是 一般来讲是溢价发行 所以说股本是按面值 并不是按照发行价格来作为 入账金额的 B 发行股票相关的手续费佣金 应当是充溢价的 不能借财务费用 应当是充资本攻击 股本溢价 C 发行的股票溢价 应当进行一万收入 B和C 都是胡说八道 D 溢价总额高于 这个发行股票 发生的交易费用的差额 应当作为资本攻击 那没有问题 发行股票的这个交易费用 不是充溢价吗 是吧 那这个溢价比较大 交易费用小 那用这个比较小的 就充这个溢价 那溢价充不完 还有一价 还有溢价 那当然就还是资本攻击啊 所以说D是没有问题的 本题选择D项 第四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关于公司资本攻击的表述 错误的有 好 资本攻击的表述 错误的 A 资本攻击可以用于 弥补上年度发生的亏损 注意了啊 资本攻击能不能用来 弥补亏损啊 你不要背 我真的求求你 是吧 你不用背 你说资本攻击 它是来源于资本 名字就有资本两字啊 老板刚投进来的钱 你能去用来去弥补亏损吗 相当于说老板投进来的钱 能作为利润吗 所谓的弥补亏损 意思不就是利润吗 老板投进来的钱 能是利润吗 那不能把老板气死啊 我们前面不是老说这么一个段子吗 说老板 是吧 扛了一麻袋钱 投到企业 刚要走 你就说老板 你慢走 我 我有收入了 老板投进来的钱 能是收入吗 那肯定不是收入啊 所以资本攻击是老板投进来的钱 它不能是作为收入 当然更不能是利润了 不是利润 怎么能弥补亏损呢 所以说资本和利润 大家一定要分开 资本攻击 这个资本是不能用来弥补亏损的 那么把这个换成盈余攻击 就可以弥补亏损了 为什么 因为盈余攻击就是来源于利润 你不用背啊 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 B 资本攻击可以用来转动资本 没有问题啊 两支攻击都可以用来转资本 因为这个资本攻击也是资本吗 都是资本啊 资本转资本 天经地义嘛 都是资本 性质都是一样的 C 溢价发行股票 发生了交易费用 充减资本攻击 没有问题啊 充溢价 D 资本攻击体现不同所有者的 占有的比例 这个能体现吗 资本攻击能不能体现 不同所有者占有比例啊 它体现不了的 谁能体现啊 实收资本才能体现啊 实收资本啊 所以这个题 是吧 选择啊 说错误的 选择AD两项 是吧 选择AD两项 好 刚才这个是多选题啊 那接下来看第二道小题 多项选择题了啊 某公司由甲乙投资者分别出资 100万元设立 为扩大经营规模 该公司的注册资本 有200万元增加到250万元 也就是我们要增资50万啊 原来是他俩是一人一百 那不就200吗 那现在要增加到250 增资50万吗 呃 并且以现金出资100万元啊 那么享有20%的注册资本啊 那就250万乘以20% 那意思就是说 并且它的实收资本啊 那么所占的份额啊 其实就是用250乘以20%啊 就是说是50万元 那并投进来多少钱 投进来100 它只占50 那么超过的部分50 是不是就是溢价啊 水资本公积啊 资本溢价啊 因此到这个地方 那么实收资本一定要写50啊 所以说这个A是不对的 呃 然后呢 跟营养公积没关系啊 因为现在还是资本嘛 啊 这是谁资本啊 还谈不到利润 好 所以说资本公积是50 这个没有问题 你让存款写100啊 没有问题 因为花了100 那吧 只占50的份额 那么超过的部分 就属于资本溢价 本期选CD 第三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 应当记录资本公积的有 A 注销的库存股账面余额 低于所充减股本的差额 这个说的就是什么 说的就是 折价回购股票的情况 我们注销的这个库存股 账面余额小 好 那么股本大 那股本不就是面值吗 意思就是说 哦 你库存股那么小 你折价回购的啊 花了五毛钱 买一股股票啊 是吧 一股股票是按五毛钱 回购回来的 那好 折价回购差额 当然了是资本公积 是吧 股本一价 这是贷房差额了 是吧 就是借股本 是吧 贷库存股 然后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啊 B 投资者超额 绞入的资本啊 那这个不用说 肯定是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C 交易性金融资产 发生了供应价值变动啊 那么这个是 G 供应价值变动 损益 D 采用供应价值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 供应价值变动 这个也是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本题选择AB两项 那接下来看判断题 第一小题 企业溢价发行股票 发生的手续费佣金 应当从溢价当中抵扣 没有问题啊 溢价不足抵扣怎么办呢 溢价不足抵扣的 继续冲 留存收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第二小题 资本公积可以作为所有者 参与企业财务经营决策 或者进行利润分配的依据 错了 资本公积 公积公积 是一种公共积累 是吧 就是大家伙一起所有的 它体现不了份额 是吧 应该把它换成石头资本 是吧 石头资本 或者说股本 才能够作为依据 是吧 谁是大股东 谁是小股东 你看资本公积 你看不出来 资本公积 二级名系 就只有一个溢价 资本公积 二级名系 有各个股东的名字吗 张三 李四 王二 麻子 有吗 根本没有 石头资本 才有各个股东的名字呢 第三节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啊 往往是整体考察 往往是整体考察 是吧 因为营养公积 和未分配利润 都属于留存收益啊 是吧 往往是它不可分割的 你比如说提取营养公积 那是从利润里面提的 是吧 营养公积 弥补养公积 那还可以弥补亏损 那同时导致了 营养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变化 当然了 营养公积可不可以单独考啊 也是可以单独考的 不多而已 好 这块呢 我们要求大家全面掌握 好 首先看单项选择题 第一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能够导致企业盈余攻击减少的是 A股东大会宣告分配股票鼓励 分路借利润分配带股本 股票鼓励吗 这个东西跟盈余攻击没关系 B以资本攻击转赠资本 你资本攻击你跟盈余攻击什么关系 是吧没关系 C提取盈余攻击 那是盈余攻击增加 是吧借利润分配带盈余攻击 借利润分配带盈余攻击 所以盈余攻击是增加的 C也不对 D盈余攻击弥补亏损 那就借盈余攻击带利润分配 借盈余攻击带利润分配 盈余攻击借方减少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本题选择地项 第二小题 2021年初某公司盈余攻击余额是120万元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余额是负的100万元 那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2021年初有一个未弥补的亏损 100万 就是年初 是吧 有一项未弥补的亏损是100万元 当年实现利润总额是900万元 所得税费用呢300万 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经过股东大会批准将盈余攻击50万转增资本 2021年12月31号 该公司资产负债表当中盈余攻击项目的年末余额 他问年末余额 那我就用年初加上本年增加减去本年减少不就完了吗 他只要这么问 我们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科目都这么算 用年初的再加上当年变动的部分 不就是年末的吗 好 年初人家直接告诉了120万 所以说120万放到这里来 然后呢 当年有没有增加呀 有啊 按照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研究攻击 净利润多少啊 净利润等于利润总额减去所得税费用 所以净利润没告诉没告诉你得自己算呀 所以利润总额是900 然后减去所得税费用是300 那么这样900减300是不是就是600 600是不是就净利润了 我们能不能按照 直接按照净利润乘10%来算啊 不行 为什么 首先你得要弥补亏损 因为年初有一项为弥补亏损是100万元 是吧 有一项为弥补亏损啊 是100万元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亏损给弥补掉 弥补完了之后 你再去提取盈余攻击 再乘以10% 那这才是咱们当年增加的盈余攻击 另外我们再看有没有减少啊 有 说大会批准将盈余攻击转增资本 都转过去了 盈余攻击不就少了吗 所以少了50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减50 好 所以这个就是本题的答案 这样算就可以了 好算出来的结果是120 好本题选择B项 第三小题 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某公司以法定 盈余攻击啊 弥补当年亏损8万块钱 不考虑其他因素下列各项 该公司弥补亏损的会计处理正确的事 那就是借盈余攻击 盈余攻击弥补亏损吗 借盈余攻击带什么 带利润分配啊 你要注意啊 是带利润分配 所以说A是不对的 你放到本年利润 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法定盈余攻击是以前年份提的 本年利润 他怎么能放本年利润呢 是吧 本年利润是核算的是本年利润呢 等于没说啊 废话吗 我们很多废话是有很大的道理的 他就叫本年利润 那你跟盈余攻击什么关系啊 盈余攻击是以前年度累积下来的 本年利润是本年的 你这么去做分路 A是毫无意义的嘛 是吧 所以说我们盈余攻击只能去用来弥补什么 未分配利润 是吧 去通过利润分配来去弥补 这就对了 那最终的话呢 利润分配二级明系 要转到未分配利润去 未分配利润里边去啊 所以说是基业盈余攻击 带利润分配 盈余攻击不亏 是吧 你也不能写这个啊 这个 这个D更胡说八道 是吧 D首先方向都反了 二级明系也不对 本题只有B项是正确的 第四小题 某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呢 是一千万 当年实现净利润五百万 按照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百分之五提取任意盈余攻击 宣告发放现金鼓励一百万余元 不考虑其他因素 该公司年末未分配利润是多少万元 好 问的是年末未分配利润啊 只要问年末余额 那就有年初加上本年的增加 减去本年减少 好 年初是不是一千万 好了 把一千写在这里来 然后再加上本年增加 本年增加多少未分配利润呢 好 首先当年实现净利润五百 那这个五百是不是你的未分配利润啊 是啊 然后呢 按照百分之十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你提取盈余攻击了 那不就利润分配了吗 利润分配出去了 那我们的未分配利润不就减少一块吗 所以说把盈余攻击减掉 那怎么减呢 盈余攻击怎么算呀 盈余攻击 当然有两块 百分十五了是吧 那就按照是吧 五百万乘以百分之十 加上百分之五啊 把这两块盈余攻击给他减掉 宣告发放先听股利一百万 那是不是利润也少了 是吧 宣告一百万吗 所以说减去一百 是减少的 好 这么算 就是本题答案 那么算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一三二五 是吧 一千三百二十五万元 选择C校 选择C校 好 第五小题 二零二一年年初 某企业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科目 介放预额是二十万元 二零二一年 那么该企业实现净利润呢 是一百六十万元 根据净利润的百分之十 提取法 提取盈余攻击 然后问啊 二零二一年年末 该企业可供分配的利润的金额 那他现在问的是什么 问的不是未分配利润 问的是可供分配的利润 意思就是说 你还有多少利润 还有多少利润可以分配 是吧 那就年初的加本年增加的呗 还是一样的 我到底有多少利润吗 好年初 注意了啊 年初你得看清楚啊 介方 介方什么意思啊 介方的意思 这可是个亏损 你可别看错了啊 这不是代方 代方增加介方减少吗 所以年初啊 实际上是一个负数 负二十 然后2021年 赚了一百六 赚了一百六 当然了 这一百六都是都是你可以分的 他说根据净利润的百分之十提取盈余攻击 我想请问 这个盈余攻击要不要扣掉 后面紧接着是不是要减去一百六乘以百分之十啊 你当时老师不对 你期数有亏损 你提盈攻击 你要用一百六减二十再乘百分之 是你挺你想的挺完善的啊 想的挺周到的 我想请问 这个我们在算可供分配利润的时候 要不要把盈余攻击减掉 要不要要不要 不行 你减掉不就成了未分配利润了吗 我们现在问的是可供分配利润 什么叫可供分配啊 你提盈余攻击本身 他就已经是在分配了 这已经是在分配了 明白我是个意思是不是 咱们的语文阅读理解能力都很好 所以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 这是一个语文的问题 阅读理解能力 可供分配 你怎么能考虑分配呢 是吧 所以这是在分配之前的 我们在算这个指标啊 这是分配之前的一个数啊 这样就完了 负二十加一百六 一百四选择A 所以应用攻击千万别减啊 应用攻击只要一减 那就变成了未分配利润了 是吧 那就变成了未分配利润了 就成了利润分配之后的结果了 未分配利润是利润分配之后的结果 可供分配利润呢 是利润分配之前的一个金额 一个之前一个之后啊 好第六题 下列各项当中会议起留存收益总额发生变动的事 那就看分路呗 A 股本一价 股本一价 这是资本啊 资本跟利润什么关系啊 注意了 留存收益本质上是利润啊 A的话呢 说的是资本啊 B 提取任意营业工机 营业工机从哪提过来的 是从利润里面提的 那当然是有变化吗 从利润里面提的利润总额是不是不变啊 提取任意营业工机 借利润分配 代营业工机 那总额是不变的 所以说B是不影响总额的 拆动墙补习墙吗 这不是 C 接受现金责产投资 你接受投资 这是资本啊 那资本跟利润什么关系啊 资本是能够带来利润 但是资本它不是利润 对吧 D 营业工机转增资本 营业工机是不是少了 营业工机属于 属于咱们的流存收益吧 属于 是吧 流存收益包括营业工机和物业分配利润 所以说这个是 使得我们的流存收益总额减少的 因此本体选择地项 是吧 机野方营业工机 这不减少了吗 营业工机减少了 那不就流存收益减少了吗 好 我们在这呢 给大家总结了这两步行 大家自己看一看啊 我简单的说一说吧啊 这个有同学 可能有所遗忘了啊 我也不讲 当期实现经营利润 那么所有的权益总额增加 流存收益总额增加 这个不用说 是吧 前两个都不用说啊 亏损的话就是都是减少 那接下来看 宣告分配现金股利 借利润分配 大应付股利 你借方式权益啊 这么减少了吗 减少啊 提取营业工机 你借方减少 贷方增加 所以说总额是不影响的 留存收益也不影响 因为借贷方都是留存收益啊 资本攻击转增资本 借方式减少贷方增加 所以说也不影响了 权益总额是不影响的 留存收益总额呢 也不影响了 因为你这个借贷方 跟留存收益都没关系啊 借贷方跟留存收益都没有关系啊 所以说也是不影响的 盈于攻击转增资本 那么盈于攻击减少 十周资本增加 权益总额还是不影响 那么但是这里边呢 留存收益就减少了 因为盈于攻击是留存收益的一部分 留存收益是减少的 盈于攻击补亏 盈于攻击减少利润分配增加 那么借贷方都是权益 权益也不影响 但这个风路里边 留存收益有影响吗 没有 所以基业贷方都是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不影响 对吧 实际发放股票鼓励 基业利润分配减少 股本增加 基业贷方都是权益 所以说权益总额不影响 基业方是留存收益啊 是留存收益减少 回购股票 基业方库存股 库存股使得权益减少 当然你可以这么表达 库存股增加 但是所有的权益是减少的 减少啊 你贷方是营养存款吗 跟权益没关系 是吧 那这个基业方库存股 跟留存收益没关系 不影响 注销的库存股 基业贷方全部都是权益类科 所以说不影响 基业方这一堆科 是不是都是权益啊 基业贷并等吗 是吧 一借一贷不就抵消了吗 所以不影响 那么对留存收益的影响 那就看情况了 溢价回购啊 就是说高于面值回购 不就溢价回购吗 如果说股本价不足充减的 那么我们有可能是减少 留存收益的 用盈余公积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 那就借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减少 应付股利是负债 所以说权益是减少的 盈余公积同时 它也是留存收益 是吧 所以说留存收益也是减少的 好啊 有点说老师 那这么多情况我怎么记啊 谁让你记了 你背能背的 不可能背得过呀 这么多情况你说 老师我背下来 能的你啊 是吧 还得要理解啊 是吧 把这个筷子分路记下来 筷子分路要学会啊 要去把它记住 同时呢 你得知道 什么是所有者权益 什么是留存收益 基本概念也得知道 任何一个地方有偏差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不会做了 好 第七小题 下列各项当中导致企业 所有者权益总额增加的事项 所有者权益总额增加的啊 还是要看分路 关键是要看分路 A 盈余攻击发放先进鼓励 借盈余攻击 带应付鼓励 这个盈余攻击是权益啊 所以这个是减少的 A不对啊 权益是减少的 B 盈余攻击弥补损 借盈余攻击带利润分配 基地带方都是权益 它是不变的 是吧 它是不变的啊 所以说A也不对 B也不对 C 资本攻击转资本 基业资本攻击 带十周资本 基业贷方都是权益啊 所以这个也是不变的 D 当年实现净利润呢 显然增加 选择地项 是吧 当年实现利润吗 所以基业本年利润 带利润分配 那利润分配不是增加了吗 是吧 本年利润是哪来的呀 本年利润是 损一类科目 截转过来的 那不增加了吗 第八要题 某企业年初 所有者权益总额是500万 当年以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50万 实现净利润300万 提取人攻击30万 向投资者分配 现金股利70万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么该企业年末 所有者权益是多少万元 年末所有者权益 那仍然是问年末余额 我们就从年初开始算 年初的话呢 是500 是吧 我们直接看总额啊 所有者权总额 来分析总额的影响 当年以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50万 那么这个事 是不是不影响总额呀 不用管他 实现净利润300 好了 是不是增加了 增加总额了 提取益运攻击 是不是也不影响总额呀 对吧 谢代方都是权益吗 向投资者分股利 企业利润分配 带应付股利 那是不是减少了 所以说70要减掉 所以只需要分析总额 就可以了 就不用再去分析啊 影响工期怎么变了 卫分配利润怎么变了 你分析了也没用 他问的是总额吗 因此500加300减70 700 800减70 730嘛 是吧 所以说选择 币项 是吧 所以把思路搞清楚 就很简单了 露面了 对吧 是吧 对吧 对吧 是吧 对吧 是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